嘿大家好,我是Kelly,我是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经济 我住在Sarasota,这个美丽的海边城市 这里的Siesta Beach 是多年被评级为美国最好白沙滩 Sarasota有美国十分学校 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华人来此定居生活工作 Sarasota又是著名的美国最好的退休城市 2020和2022全美国的统计数据 佛罗里达州是迁入人口最多的州高性价比 房地产投资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州投资者 嘿大家好,今天是20号2月 是总统日,2023年星期一 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市场 这个呢是四天前介绍的房已经判定了 这个房的话呢,我觉得非常便宜啊 所以我强烈推荐一下 现在呢第一件事先跟大家来说一下 这个房呢,这个房呢已经判定了 有multiple offer 登场出去就接到multiple offer 因为这个房比较新 2017年的,面积也不小 1400多没有物业费 能停船下,这个下水啊 划船的啊 所以呢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件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新房源的情况 周一啊 周一的情况 周一,那么这个是三天的数据呢 3541 price increase涨价 582 降价 3106 那么这个数字 比新上市房源少了 然后 back on market 917 sold 1733 pending 最大的数据 三天的啊 这个字 三天的数据 交易 交易活跃 right 交易活跃 这个是最长的 而且 这个降价的 少于新上市房源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24小时的情况 新房源 今天嘛 monday啊 这个 周末 买卖双方进行了 offer and counteroffer they raise the agreement the contract is pending 所以这个数据 非常的高 new listing 1,00017 price increase 233 price decrease 1085 这个是今天数据 这个还是比这个高一些 back on market 309 sold 322 今天律师楼也不开 银行也不开 所以这个数据会小一些 然后pending 很多 1594 是在24小时之内 成交了这么多 就是说周一 有很多的买卖 成交 ok 那么这是三天的情况 同样是这样子 好我们看一下 三天的房源 是个什么情况 三天的 有很多房 三收堂 学区附近 在这儿 3600 三卧室两卫生间 3600 3400 这儿有个房 这边呢 100多万 100多万 这3400 看一下 好像是woodframe 看一下 uders打口 好嘞 这个不建议啊 它没有写block 也没有写concrete 53万9 这是condo 这个价钱就贵一些 但这是学区房 这儿有个49万9 一个车库 三卧是两卫生 两个卫生 两个半卫生间 50万 差100块钱 50万 1600 那么这个的 平方英尺的话 298 还是比较便宜的 物业费400 这个是这样的房 地毯 这个照相怎么这么照 OK 一楼 这是一楼 客厅在一楼 卧室在楼上 属于一个townhome 这是townhouse 这是1600 这score food来讲 还算比较便宜 嗯 但这个要爬楼 对于小家庭 年轻家庭 还可以啊 49万9 也不算便宜 52万5 26万9 是一个卧室 一个卧室 一个卫生间 这个是比较贵的 OK 然后是661 661 score food 500块钱的 物业费 每个月 看一下它有什么优点呢 这个房 哦 这个房 我知道 三楼 好像是 还是二楼 房 倒是不错 没有电梯 所以说 它这个微波炉 是吧 非常薄 是吧 它进行了装修 地板 什么都可以 厨房也装修了 它一个卧室啊 主要是 它一个平方英尺 400啊 嗯 26万9 这个房啊 一个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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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 Central Sarasota 这个位置 OK Central Sarasota 这个小区啊 这房比较贵 这儿有个26万9 这是2800 它的 它的租金是2800 嗯 这是两个卧室 两卧室 出租2000块钱 加上这个小房啊 大家看一下 加上这个小房 出租2000块钱 两个卧室 两卧室 两卧室 的 位置挺好 离这个 商店比较近 52万5 52万5啊 两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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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属于 为了 那这个就比较贵 359 91年的房 周一的话 一般的房 不算 周一的房 不算多 53万9 在Golfgate附近 78年的房 撒卧室 撒卫生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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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三天 sorry 296块钱 一个平方 1800 平方 3卧室 俩卫生间 俩车库 它的烙特 多大 它的烙特 挺大 0.25 对 它这烙特 挺大的啊 看一下照片 这个很多的松树 嗯哼 你刮倒了 容易砸了 容易砸伤这个 这是大理石台面 台下盆的sink 这个是什么 地砖 都进行了装修 进行了装修 强力排油烟机 这是窗户的 空调 还算干净啊 各方面还算可以 立贵 它为什么用这种颜色的板呢 这个是什么 老式的窗户 好像 不是vinyl window 好像不是vinyl window 房间里有一个这个 然后有这个 file cabinet dresser 健身房 这可能是主卧 不对 这个是office 这个好像后家的 所以没有 没有空调嘛 它又装个window air conditioning air conditioner 它这个的应该可以洗一洗啊 不多讲了 我们去看下一个房 这个房地比较大 然后它的平方英尺是1800 296一个平方英尺 不算特别划算 还可以 28万市 这有一个房 这个是villa 这个价钱的话 也不算便宜 好像年初又价钱都涨上来了 年末的时候 去年年末的时候 室友好多都比较便宜 在年末的时候 一般卖房都desperate 卖房都比较便宜 这句话又验证了 这也是villa 33万五 去年有20多万的 它有一个车库 所以这个价钱照比 还算可以的 物业费342还算便宜 1435 面积挺大 然后它有一个carport 一个car garage 有一个 有一个car garage 这个地点也不错 也可以 然后 走不远 这边就是 wait 走不远 这块就是什么 farmers market 这出来一个65万的房 为什么 看一下 它地块比较大 65万好像是 22年卖40万 现在 last sold 40万 现在登出来 65万 哦 朋友们 一下赚25万 这个赚得大呀 这一年当中 看一下吧 它这个房 什么情况 这是啊 两个车库 这样子 它是买来进行装修了 然后人家挣一个快钱 这些都装修了 然后人家 有游泳池 这个价钱还不算贵 然后人家进行了全部的装修 这些payroll也花很多钱 这个估计有人会买 因为 搬进来就 everything is ready everything is nice ok 有游泳池 chandelier light 游泳池 什么都装修了 这个房 估计会被买掉 因为 都装修了 漂亮 ok beautiful remodel的 Sara Sauter Home ok 它是40万卖的 看一下它那40万 它那个装修成 唯一的筛 把这个看一下 它这个房 这不是40万吗 40万的listing 咱看一下 这不是40 还是65万呢 那不对呀 不对 嗯 这不是还在这儿吗 40万 listing 40万 right last sold 嗯 它没有那40万的这个 照片 没有 如果有的话 可以看一下 它进行装修 买来 它就进行了装修 然后 多加20万 25万卖 它呢 进行装修的话 10万块钱够不够 需要知道原来的状况 嗯 所以有人这么做 去年买 今年卖 ok 23万 这个是 kondo 它的76年盖的 240块钱 一个平方英尺 394的物业费 975 平方英尺 没有电梯 这小房 看样子也挺好 没有装修 但是地砖 厨房没有装修 看 它这个灯是用这种灯 然后这儿加了个边 哦 它有 它可以这么加个边 再来看一下 哦 它这个弄得也行 它这么做的也挺好 That's another idea You know That's another idea 嗯 这是做一个块 ok 厨柜没有变样 没有这更新 ok 房间地板 这个呢 这个 的情况啊 这样的 240块钱 一个平方 ok 975 23万4 嗯 它今天是新上司的吗 新上司 23万4 嗯 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42万5 35万 这儿有个房 哦 新购发明后 沙卧室 一个卫生间 一个半卫生间 1328 这个便宜 263 没有物业费 看一下 这个挺便宜啊 看一下 小矮房 没啥太大的 房间装修了 这个 电扇换了 没有那干嘛 这个没有装修这块 将电器也可以 这房便宜 估计也能卖得很快 因为这个你看地砖 什么都不需要 都做了 装修 这个都是新的 更换了 对 地毯 它是地毯 院子 有院子 这次家有小院 自己有自己的灵活度 自己有院子 想干啥 干点啥 这叫房 反正做投资 还应该行吧 你这个35万 租个 几千 2500 2800 租一个 价钱差不多了 market price OK OK 不是特别的 吸引人 所以那个房 也不是强烈推荐 今天也就这样 没啥房是吧 这小房进行装修了 看一下 后院干干净净 这棵大树 不太好 只是把压这个房 都要压上了 这房不太好 这不太好 这小房 OK 今天我就在这 没啥房 23万有个房出来 是个condo 3802 23万 1200 181 这房便宜 3801 23万 这三个卧室 510 物业费 它是first floor 300种 2 bus condo 它是1270平方英尺 它是一楼 这个非常desirable you know 也有车棚 厨房 进行了装修 厨房装修了 嗯 一楼 这是地砖 这是master 巴爽 这个没有门 用的是这个窗帘 这个门帘 这个sink是老式的这个countertop 但是这个vanity好像新的 这个也好像新的 更换过 然后呢 这个西顶扇 一个卧室有西顶扇 看一下那个房间有吗 这可能就主卧房 OK 它是拉绳过去的 在这儿固定上 把电拉过去 这是 这个是客人房的卫生间 这个台面是这样的 这个 这个lanet是这样的 lanet不算太大 不算太大呢 但这是掺出去的 然后这个lanet是地砖 它家这个 还是挺好的 进行了装修 这个价钱 面积大啊 朋友们 太便宜 强烈推荐这个 因为它的面积大 三个卧室的 所以它这个算便宜 OK 这个在这儿啊 这个算便宜的 便宜 这个便宜 这个便宜啊 今天 想列推荐再一个 再看一下还有吗 没有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 49万5 再推荐一个房 那我们有时间 再看一下 另外一个数据吧 看一下这个 攀顶的数据 行吧 刚才说的那个 强烈介绍的 那个攀顶了 这么多 攀顶的 23万9 这个房 攀顶的 Villa 学区房 Manufacturer Home 16天判定 85万 56万 这个海上的豪宅 62万5 海上的公寓啊 判定了 9天判定 这个便宜 62万5 两卧室两卫生间 和大家说过 这个确实便宜 确实便宜 48万5 这儿有一个房 被判定了 三天判定啊 这个房虽然是 Wood frame 判定 地点好 能下海 然后呢 这边有个房 判定了 399万 399万 判定 几天 206天 一定降价了 206天 80多万 75万 这个判定了 这好像 十来天 还是一走 75天 它这 登高了吧 89万9 这个判定了 284天 哇 贵的房 现在 Snowboard都在 这边 所以 估计 这些人 把这些房 给买了 20万9 16天 判定啊 便宜的 判定的快 今天就到这儿啊 我们 周三再见 Good night Bye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点赞 订阅 转发 评论 下次再见